一望无际的美景 有别于都市的新鲜空气 中秋连续假期 不少民众都想到后山去旅行 也让往返花东的火车票 一票难求 饭店订房率上升 不少旅游业者都希望能趁这波 把一整年没赚到的赚回来 在中秋节之前 我们的振兴五倍券 能够上路的话 那这样子可能也会有一些加成的效果 不要再打到十月了 说要振兴当然得搭上好时机 就会中秋有四天廉价 换句话说就有四天的商机 业者当然着急 我们现在是非常希望五倍券 可以在中秋前的 大概一周到两周就可以先上线 因为通常客人消费的习惯 会在中秋前的一周到两周 开始购买礼品 抢供中秋送礼商机 毕竟内用有太多限制 饭店索性推出送礼 自用量相宜的鲁味礼盒 希望五倍券早点登场增加业绩 这样的声音 民进党立委也听到了 对行政院喊话 希望越快越好 一定是在疫情比较稳定的时候 才开始来振兴 还是要等疫情稳定 才能拼经济 因为之前父亲节跟七夕 都出现民众群聚 就把降级后的中秋 遇上五倍券 让病毒加成 传出行政院也打算 发放的时间点定在十月初 十月份要推出 那是不是要延长到这个 相关的这个加成的效益 来降低民怨 来去降低十二月公投的 这个民怨的怒气 公投是执政党的其中考 赞宣券当然是交分 这波的振兴如果好好做的话 其实它还是会有 非常大的一个政治效益 自家人不会言 如果振兴做得好 公投就免烦恼 这道理苏院长不会不知晓 但只看商机 不看政治利益的双家 是看在眼里 即在心里 TVBS新闻承认为努力雄伟佳琪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